记者张晓涵,综合报道香港女性关婉山是美食综艺美女厨房中的未知天使蜜瓜,入行11年深获粉丝喜爱,日前因居家意外弄断脚趾骨,行动不便的时候受到很多陌生人的帮助,也感受到这世界的温暖,但有一次坐在博爱座上时遭到旁边妇人说嘴,最后还被叫要让座,关婉山,图,翻设字关婉山脸书 关婉山九日透露脚趾骨断了后行动不便,满手东西时有人主动帮忙开计程车,小心翼翼下楼梯时也被搀扶,搭地铁的时候隔壁的人怕他被踩到故意腾出一些空间,也有人给倚靠就生怕他再摔倒,这阵子感受到非常多的温暖,但同时也有不愉快的经验,请继续往下阅读 有一天跟平常一样去搭地铁,虽然上到空车但关婉山刻意选了博爱座,大概过二站左右车厢就开始越来越多人,座位也都被坐满了 而在身边的长辈给一个刚上车的妇人让座后,就开始让他感到不舒服了,因为该妇人一坐下来就开始跟隔壁不认识的女士和高中生闲言闲语 年轻的又霸占关爱座不爱座还不让座给长辈,关婉山被旁边的妇人闲言闲语图,翻设次关婉山脸书 该妇人同时对刚刚让座的长辈说,不好意思要你让座位给我,你叫我身旁的女生让座给你啦 关婉山一直没有出声解释,直到又过了五站左右,对方就开始叫他让座给老人家 听了以后沉着气解释,我不是无缘无故做关爱做不爱做的,我虽不是长者但我是伤者是有需要的人 我脚趾断骨了,再弄伤就要动手术了,怎料夫人听完解释也无动于衷,关婉山也是相当无奈 心理了这次忍不住透过社群平台分享心情,放我不悦的是他大可以礼貌的跟我说,而不是在旁边单单打打前言前语 更不应该在不清楚情况下指评外表去往下定论阿波浪福 我本认为我故意选择做到关爱做不爱做,大家都会知道我是有需要的 粉丝看了文章都替关婉山抱不平,现在社会价值观扭曲 以为关爱做不爱做,是让老人做,老人以为有特权做 所以,没有人选择做,一做下来,就会被人批判 说三到四,是有善心,每一个位都可变成关爱做 让有需要人做,和需要标签化,谈到取消博爱做机制时 他回复说,我认为直接改名做长者做会比较好 光有回应,和翻设自观晚山脸书来自布洛克阿兹,会